嗨,我是科马亚山大马翻译仔 昨天,2021年公元202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党庆,100周年党庆 同一天,在东方蜘蛛,香港 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一个男子拿刀统伤了一个28岁的警察 反而我看到,哇,真的血流满地啊 希望他没有事啊,这个阿水 你以为这是热血沸腾的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少年? 不是 这个招安的男子呢,是50多岁的一个男子 只有他自己捅自己刀 然后据说去了医院就魂归天国了 没了 所以,由此可见啊,现在香港阿水 阿水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他们出去行逼,他们说行逼嘛,去巡街 除了要保护市民,还要保护自己 还要保护自己啊,你知道吗 啊,去年还是前年啊,2019年的时候 有个警察不是被人家这样一抹吗 一抹抹上了,对不对?都有 咬断手指都有,太危险了哈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 应该,应该,应该这样做 第一,一定要穿那个防弹,防弹衣 现在,香港阿水,要穿防弹衣 还有穿那个护甲,保护自己的护甲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脖子 我不知道怎么办,想办法保护好那个脖子 那当他们行逼巡街的时候呢 当他们站着的时候 当他们站着的时候,我觉得 他们应该六个人,至少六个人 围成一个圆圈,围成一个圆圈 然后眼睛看前方 背对背,背对背 围成六个人围成圈,八个人围成圈更好,更大 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像广东话所说 一眼观测,观测,就是一眼可以看四方 对不对,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做的 像警察,就是拿着那个大声工 那个扬声器的喇叭 就跟那个周边的睡眠室 请与警察保持亏力 就跟警察保持距离 如果有谁不听话,跑前来的话 就可以立马逮捕了 不用客气了,立马就可以逮捕了 对不对,如果要放在美国的话 你试试看 谁敢靠近美国的警察 试试看,试试看 对不对,所以 香港的阿水很温柔的 真的是很温柔 很有几率,很温柔的 所以现在,香港的前一个 现在是香港的保安局的局长 邓炳强他就说了 他立马就定性这是鼓郎 鼓郎的行为 啊,真的 你想想,那句广东话说 真的这么巧吗 百年党庆的当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次真的是 首尾真的是很长 要从长肌 最重要是让香港的阿水 穿防弹 防弹衣 还有保护身体的护甲 还有注意好保护好脖子 OK,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